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超越了全球坦尼矿的储量总和 这种能源可以说是全球都非常的紧缺 各国都在抓紧寻找 其实中国早在很多年前就派出地质学家 为寻找坦尼矿去进行考察 终于时隔多年后的今天 中国终于发现了这个超大的坦尼矿床 而且这片矿床远离居民区 非常的利于开采 最为稀奇的是 这片矿床上还分布的其他的稀有稀土资源 中国发现的这片坦尼矿床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了 这个消息传传出去后 各国都紧盯的这块大蛋糕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日本了 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大国 对能源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多 日本眼看中国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宝藏 显然有一些坐不住了 日本果断拿出100亿人民币 想要和中国签订坦尼矿的出口订单 对此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中国要不要和日本签上这一份大单呢